我们到 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 纽约警方本星期开始训练警员 适用随身摄录机 市长白思豪与警务处长布莱顿表示 这项试验型的计划 会在三个犯罪率较高的地区率先举行 包括史丹顿岛120分区辖区 南布朗市40分区辖区 与布鲁克林涵盖42处政府楼的公共乌村警局 马哈顿华布市警五分区和捷运警局第二分区 三日在中华公所举行了每月例行警民会议 市警五分区群官马修贝利 报告华布近月来治安状况 他表示华布地区近来重大犯罪案件 比去年同期减少 但是窃案仍然有增加的趋势 由于正值年终岁末假期的购物季节 警方也呼吁民众预防盗窃 注意自己身边的财物 因为中华公所三号举行了五分区的每月例行警民会议 由中华公所主席伍瑞贤主持 华布市警五分区群官马修贝利表示 上月五分区辖区共发生了76起罪案 比去年同期的74起稍减 下跌约2.7% 头期案仍是主要的犯罪类型 目前市长正在加强改善市区交通安全 华布地区近日也出现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他呼吁驾驶人要遵守市区一般道路车辆限速25mi的规定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由于目前正值年终岁末假期的购物季节 警方也呼吁民众预防削小窃盗 注意自己身边的财物 监狱警局第二分局局长卡特 以及警探鲁道夫也出席了会议 并表示在年终圣诞假期 警方也会加强地铁巡逻 并呼吁民众在搭地铁时 在地铁车辆进入车站时 要小心避免太靠近车道 随时留意四周环境 小心地使用贵重的电子仪器 以免成为罪恩的受害人 此外 警应局第二分局警探鲁道夫也表示 为了向社区孩童贺解 他也在本月的12号、16号及17号三天 分别前往华部荣宏小学 儿童培护中心 华部的启蒙学校 将打扮成圣诞老公公 向孩童们派发玩具 也欢迎社区孩童一起参加 与会代表也透过本台 祝贺华人民众 有个平安快乐的圣诞节 Hi, I'm Lieutenant Matthew Bailey the 5th Precinct Operations Coordinator I'd like to wish everybody a happy holiday I just want to remind everyone to please be safe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when the trains pull in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and please, you know, mind your valuables keep an eye on your valuables keep your bags in front of you where you can see your property at all times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very happy holiday a safe holiday and a healthy new year 举行开幕茶会 欢迎各界人士前往观赏 这项歌展是台湾艺术家 林谢茂首次在纽约的 大型现代绘画歌展 法胜华氏画廊2号 举行了媒体预展 林谢茂也表示 自己是报的学习态度 与纽约的民众来做文化交流 出生于台湾台中大理的林谢茂 来自一身世家 爷爷及父亲两代都是一身 但他却选择了艺术创作 并在22岁 就在当时台中的美国新闻处 开了人生的第一次各展 到今天 林茂县已经开各展24次 参展逐机遍及中国、日本、韩国、欧美、中南美、俄罗斯等40余国 此次展出的五身魅影系列 参透着一种强烈的生命后问 努力挣脱现代艺术单向思维的束缚 从观念到形式上做出重大的改变 我用不是非镜子的那种肢体语言跟色彩 跟强烈的那种色彩 来抒发个人的那种压抑的那种心理状态 然后让人家感觉到 这个色彩好像看起来也比较快乐 比较阳光 而且让这种画面不是镜子的画面 是一种动视的美感 这项画展将展出到12月21号 主办单位将在本月6号下午2点 举行开幕查会 会上并有现代舞者 纪亚婷配合主题的表演 黄世晃郎展览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午11点到晚间7点 周一不开放 展出地点在法拉盛缅街39-10号303市 询问电话为212-225-8400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参访报道 大型魔术的爱好者可以一宝眼福了 全球最卖座的巡回魔术秀 魔术师见证奇迹 作为美国的30个城市巡演的组成部分 京东首次亮相纽约百老会 12月4日起正式演出 至2015年的1月4日 12月2日的媒体公开表演发表会之际 作为这次巡回魔术秀的三位魔术师 现场原装重现 为在场的媒体记者表演了精彩片段 提前掀起了一波小高潮 继打破全球各地票房记录之后 魔术师见证奇迹11月来到纽约 这部吸人眼球的演出 展示了迄今为止 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魔术师的惊人才华 作为一部充满了爆笑魔术绝技 玩命特技及惊险桥段的魔术秀 让各年龄段的观众眼花缭乱 就像魔术秀的创意制作人 西蒙佩恩所说的一样 他是迄今为止 把违背常理与惊人记忆 融合得天衣无缝的现场演出 这场魔术秀在宣传上 更是让人在观看之前 已经吊起了十足胃口 和以往传统魔术不同的是 每个魔术师都在这场表演中 扮演一种角色 让观众从始至终 身临其境的感觉 创意者凯文·詹姆士 以创意魔术为名 作为全世界最为多产的 魔术创作人之一 他设计了二十世纪 一些最为知名的魔术 其中的电剧巨人表演 令人瞠目结舌 众多道具 以及眼花缭乱灯光舞台设计 直接抓住你的好奇心 逃脱者来自意大利威尼斯附近 一个小镇的安德鲁巴索 今年只有29岁 但已经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 魔术师之一 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在无遮掩情况下 表演胡迪尼 著名的水行逃脱的人 巴索的表演 随时都有发生意外的风险 巴索从12岁开始 训练在水下打开枷锁 逃脱的绝技 如今他可以在水下 屏住呼吸 长达6分钟 操纵者 此次演出的阵容 还包括来自韩国的青年魔术师 柳豪震 他凭借自己的扑克牌绝技 被好莱坞魔术艺术学院 评为2014年度魔术师 也是第一位在国际魔术组织联合会 获得大奖的亚洲面孔 魔术秀制作人西蒙·佩恩特 自称曾前往中国51次 并且一度在上海浦东 有专门的办公室 他曾经带领黑暗诱惑 剧组从北京启程 一路在上海 南京 长州 杭州 苏州 青岛 重庆 成都 广州 佛山 深圳等城市 展开了中国巡演之旅 所到之处 好评如潮 他表示 计划在明年将这次顶级魔术师巡演 带到中国大陆和香港 更多精彩绝伦 叹为观止的魔术秀 近在万豪侯爵剧院 2014年11月26日到2015年1月4日 每周二至周日 购票方式请登陆网站 3w.tkmaster.com 或致电877-250-2929票房购票 华尔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3w.tkmaster.com